好 那六老师过去在预测 其实大家都很重视 那这个今年 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在预测 真的不希望就是说 民众或我们观众是恐慌的心态 而是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 我们提出来的大家要谨慎小心 包括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的年底 我们就有说任以年的火山爆发的 几率会比较高 再来就是比较会有那种感觉 像天崩地裂的摇晃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 地震 对 地震 包括就是说疫情不要松懈 但是刚刚小孟老师有讲 我们台湾的这个疫情 我倒是比较乐观 对疫情比较乐观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清明节的这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梅雨季节 我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造成的水灾或土石流 还有这个地震的这一个状况 我比较担心 而且我蛮担心 会有七级以上的地震 我真的很担心 气很大 对 那所以我们在 开始有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就是 会下雨 下雨土石就会松软 松软就有比较会造成土石流 是 那因为之前的梅雨季的梅雨 其实雨量会比较小 但是今年 我们会发现今年的那种 即时雨下大雨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在去年年底 我们在节目中 就是有讲 就是说连环车祸 车祸特别多 有没有 那那个媒体还有 就是把我们节目中的 截取报导出来 翻例新闻去做我们节目 对 做你的预言喔 很小 我们每一个的预言都有做 小孟老师的预言也有做 对 那我们就有讲到 就是说今年尽量要 那你拿来印证 不是拿来印证 我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会骂 乱骂一通 就是我现在能够理解 就是刚刚在讲的 恐慌的这种心态 就是可能有一些观众会期待 老师你讲出来 我们已经从疫情到现在 预言讲出来的 都有印证 那大家会有造成一种 心理的负担 希望你再讲出来的 是好的嘛 大家希望听到的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警醒的 又是不好的时候 大家那种情绪就会 很澎湃 就会在网络上面一直骂 你讲得很准 你还是会被骂 因为这不是大家的期待值 那其实也不是我的期待值 我唱个话 威尔史密斯昨天灌人家耳光 他就说艺人天天被骂被嘲讽 对 他平常也没有发现的机会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 在网络时代 对 但是我虽然被骂 我还是要提醒 我比较担心的是 既然在节目中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在国立的四月五号 刚好是清明 那农历的三月五号 刚好是农历三月五号 那一天的早上的丙饮时 刚好是高千名 这个几个 刚好交到三月份 所以我这边有写说 紧接下来要小心 梅雨季所带来的一个水患 对 要比较小心 为什么 因为地震多的时候 还是怕说在山上 或是在山边 或是去游玩的人 比较松懈的心情 然后造成的一个 不必要的灾难 像去年有没有 小朋友过那个山西 就是山上的 对 那冲去 冲去 那也是造成我们很大的遗憾 因为我们在节目中 都有一直在呼吁这个 那因为 注意 清明节的 梅雨水患 对 那三四五六月 是走空王星的月令 好 对 所以在农历三月 又有桑门星 土二星 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 真的地震造成的一个灾难 第一天差不多 农历三月 四月五月 在三月的话 比较会是在中南部 那我今年的一个 中南部的地震 我又比较担心在山区 我会想到九二一地震 南投地带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山边 如果说连日的雨量多 我们尽量避开山区 这样子 那四月份的话 我会提醒就是说 尽量不要跟人有争端争论 要谈分手也尽量避开四月份 因为四月份就是一个 刑煞的月令 它比较容易让我们的情绪 比较高涨 那可能就会产生 比较多的一个纠纷 包括就是财杀 仇杀 凶杀 雪光事件 那在以往我们在讲 就是说凶杀案比较多的时候 真的那一段期间 就比较多有这些行事案件 四月份要小心争端 对 不要吵架 所以农历四月大概是什么时候 农历四月到国立五月 五月 对 那时候政论节目怎么做 那时候又吵得很凶 因为今年就是争端多 雪光事件多 那农历五月的话 我比较担心电力不足 因为那一个月的火二星 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这个火灾 或者是这个发电厂 也产生了火灾 或是比较多的地方 有气爆的这个事件 对 这个都是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用电 然后可能要节约能源用电 再来就是可能要记得关瓦斯 然后要检查过多的 这个叫什么插头的用量 都可能会引发火灾 那六月份就是说 刚刚周老师有谈到 这个股票的问题 可能在六月份会比较有一个 明显的震荡 六月份 那那时候我建议建好就收 是六月份 就是股市 建好就收 可能会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那我在去年有谈到农历的五月 可能两岸会又有一波的更紧张 那我还是 因为这一次要上节目 我又稍微就是说再推算一下 还是在五月 就是说 农历五月 对 对岸对我们还是可能会有 不同面向的一种打压 对我们台湾还是会造成影响 对 打压是一直都在 但是他之前他就是 我之前说他们会有扰台军机一直过来 后来真的是这样 那一直以来他是用这种方式 可能农历五月他会有不同的方式 给我们不同的压力 对 是 请大家继续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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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д 感谢观看